节目最后要来做选择权的实战教学 还会要请你赶快帮我们做 详尽的一个手把手叫站 因为我们知道超过个股很简单 就是买跟卖 那如果说今天行情比较不好 我们就稍微等行情好一点 只要它的个股体质还不错的话 都有机会反转向上的一个几率 可是奇卧选择权好像不是 输赢一瞬间 所以好像听说有一种叫做价差单的做法 到底要怎么做才会让选择权的效益 跟获利极大化呢 对 其实外资做的都是价差 你看它买卖几乎口述不会差距太多 表示它都对手对手对手把它锁住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卖10块买9块 卖10块买9块 等于它都有一个价差在 那不过这边还在跟大家讲 之前选择权在2018年2月6号的时候 有发生因为波动太大 你做空的人居然还大赔钱 那天大跌做空的还赔钱 就是因为它是占卖方 这个会有拿这个图出来 也是非凡那时候 这个新闻里面的图档 我们新闻有追 对 所以这个就是占卖方 你一定要很注意很小心 你保证金一定要够 而且你不要去买那个波动性太小 就没有什么人跟你做对手交易 一旦市场强制要平仓的时候 有可能它的价格会买不到嘛 所以只要一直往上推 那个价差就会很大 所以要控制风险的话 还是先以买方为主 不管是买call还是买put 是要以买方为主 或者是做 像外资是做价差 可是做价差 保证金还是要够 你万一不够的时候 它一平仓还是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些是保证金 当然这就给大家参考 因为选择权它还有加上 它的权利金的价值 所以还有跟你做是比较远的 所以比如说你做这个礼拜的 做这个月的 做下个月的 做三个月之后 做年底的等等 这都不一样 它的保证金的算法都不一样 不过这个都是有公告 然后券商的app 或者它的网络软体 它都会帮你算好 你只要是把资金准备就好 那我这边就来给大家看一个实战 就是在上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礼拜一的时候 就是我就是人家专访 我就可以这样做 那我就做一个模拟交易 因为我也知道这个CPI公布之后 不是大涨就是大跌 我的预期是这样 不是大涨 所以我在做14,800 因为那礼拜二的收盘价 礼拜一的收盘价就是14,800 所以我就抓一个价平的 我们来去做 我是占买方 两边我都占买方 因为我觉得不是 就在我们刚刚前面第一个表格 不是大涨就是大跌 所以我就是买买权 买看涨就是会大涨 跟买卖权 那当然市场上就我不知道的对手 就跟我对交易的这个对手 他卖给我 那没有关系 那我们来看 我在9月12号那一天 我买进的成本价是什么 你看我14,800点的这个买权 我是买了80块钱 所以我也就是1.50块 所以我总共是80点 这个叫80点 1.50块 所以我针对这个买权 我付出了4,000块的权利金 但是我取得了 如果将来涨超过14,800 那卖给我那个人 不管是时间点到了 还是下礼拜有出现很大的波动 我都有机会在市场上面抛售 或者是我摆到到期 那卖方他就必须要领约 涨超过多少 他就要给我多少点 然后1.50块 可是我先付了80点出去 所以最少要先涨超过80点 就是14,880以上 你才会赚钱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同时 买扣跟买put 同时一起 对 同时都可以一起 扣put就是一个就是 我们叫可乐葡萄 扣就是可乐 put就是葡萄 就是一个就是买权 扣就是扣过来就是买权 put就是卖权的意思 那我同时一起买 就等于我又另外 因为我怕他不是大 他不是这样 他万一大跌怎么办 那你说他会 这很奇怪 那这样不是有一方会赔 等一下我们讲 等一下看答案 那我们知道 所以我也去买了一个大跌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会大涨 还是会大跌 我只知道有一件事情要发生 这件事情发生的结果 不是大涨就是大跌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要每天在那边做交易 每天做选择权 那个胜率不高 你就是要等到有事情 下礼拜要升息 这个很重要 对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每天做 每天做其实在买方 你的胜率 只有一成不到的胜率 会比较麻烦 所以就是要有大事件的时候 这是买选择权的使用时机 对 跟如果我们有预期大事件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 到底会大涨 还是大跌的时候 可以同时建仓 put跟call 可以同时建仓 所以我们就看下一个 你看我在模拟交易 我在盘后 它有出现比较大波动 我就除掉了 实际上大概这个获利 只有5%到10% 那我就算 我同时做大涨或大跌 我的成本就是153点 你看我们第一栏就是153 那1.50块 我就是付出7650块钱的 全力金的成本 因为我两边都买 你可以只买一边 就比较便宜 可是万一它不是发生这边 这边就归零了 我们就叫归零高 因为没有发生嘛 你看如果是做大涨的 只有礼拜三是大跌 那我刚好是买礼拜三 到期的这个合约 它就没有了 可是我在礼拜二 其实在礼拜一晚上 礼拜二凌晨 答案还没有公布 最后发现它有大波动 那这个模拟单 我要不要结束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我收回来的现金是8150 所以我赚了500块 还没有赚手续费在里面 如果以7000块赚500块 它的这个报酬率大概就 不到10% 8% 你可能觉得很少 可是你把数字放大 你是7万块 你就会有5000块 70万你就有5万块 那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把它 礼拜二那天晚上 可能可以赚将近一倍的报酬率 因为它的波动很大 但是这个不会天天都发生 大家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情况 对啦 也总比个股上面 猜来猜去猜方向 结果个股全部大跌 胜率上面可以提高许多 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今天的所有的交战内容 还有一些产业的题材 希望大家都有吸收 那我们当然也都会放在 我们的教学网站 那如果反应不错的话 留言给我 好我们也会接续有一些 进阶的教学 你收看的是古海洋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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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